好,回到第三次的啤梨晚寶 刚刚台的公司用84811079的WhatsApp 收了个Message 老实说,我们作为公众平台 应该任何评论品评对我们 有质改之无质加免 没什么所谓 但是我觉得这个评论不是那么公道 因为跟我们接电话 其实除了水王之外 是有些类同事的 你写成这样 又觉得你又这么高级 我想这些类同事可能会有点尴尬 她的电话 我不会响你 不然好像有些欺凌 她的电话是6032-227-DOOT 你知是你自己 我想她在看Live 是一个肥主妻来看的照片 她那张照片是肥主妻 她是否是妻子 又不知道 可能是美女也不一定 她写什么呢 其他台主持最多都是说 吊你老母 都没所谓 都没你这么下流 这么想下流 经常公开说 欺 欺水 欺凌 这么傲骨 几乱赞格 知道你是鸡虫 上游深生 丑仰兼灰索 经常纠红 你回家 吊你老母 欺 知道你做得出 老实说 我真的不会生气 我已经是不同以前的我 我真的这样的挑衅 我真的不生气 所以848-107-9 是水王 或者是哪个呢 麻烦你把这个6032-227-DOOT的电话 把这个电话 好了 好 很简单 这个自由世界 6032 我们叫他老闹 对吗 我们这样下流战格 你就没想到 所以这么简单而已 你不要听 为什么要听 对吗 听来干什么 真的 你又说 欺洞 欺水是很糟糕的东西 但是 你又叫我回家 吊我老母 那是什么意思 我吊你老母 你算是有种 想我吊得你 不是那么厉害 还是你不懂 你不懂 避免你的电话号码 就让我们知道你的电话号码 那你算是有种 因为有很多人 用狡猾仔 就是狡猾仔方式 打电话来 吊你老母 吊你老母 有很多 刚才也打了两个 会这样的 喂 但是我疼你 我真的第二个我不敢消息 我2012年 就参与社会界 2013年多得我旁边的人兄 入了网台 自此8年 我一天 我一天在街上 一条人 走街 他就帮我吃 走街 我真的很厉害 我到现在 都没试过 被一个人 一个 走过来 吊你老母 啤梨 你是不是啤梨 吊你老母 你怎么这么说 一个都没有 有一个 有一个 追求我们 不在意 走光 走来临红友 哦 是啊 有一个 对不起我说错错 有一个 所以6032 我简单 你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 我们是这么厉害 我就是这么厉害 我就是这么厉害 不要听 你听来干什么 浪费时间 你这么厉害 你这么厉害 听黄荣啊 我看你这个坏 你不是又是那些 你老公娶了你 不过不想吊你 然后天天出去叫鸡 晚上不想回家用 我给不够 过月就吊了 我给五十人 叫你搞点头加那些人 就是 你有没有汽水啊 你没有汽水不要紧 我给面子都是我们的庆重 上来买 水多多 原价399 你说你给他的电话出来 show出来 你是6032 这个朋友 我送了一宗水多多给你 你的汽水便 肥汽水 加碗拿水 不说肥汽水 说什么 我说肥尿 像你的脚头那样 吃潮吹搞一条条鱼 潮吹什么 就尿了 你老公 会不会会 臭汽 要不要我吊你 九龙吊一刀 我吊你帮帮你 含家产 去听黄荣 听黄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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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阻止我们讲这些严重的新闻 你老母 好了 無論如何